我真的 那我就说话了 就是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就像我入行已经第十年了 我觉得时间也过得好快 我自己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个新人 我的赤子之心不会忘掉 其实 我特别想说一句那个 比较老的那个鸡汤话 可能说出来有点肉麻 就是 我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因为其实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带着自己的梦想 觉得自己有点小骄傲 性格 什么也不怕 就去冲 去努力 去拼 就想被更多的人看到 嗯 也想得到更多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遇到了很多的 挫败 迷茫 甚至想不放弃 也有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会有着这样的感受 那么 我常常就告诫自己 反问自己 那么为什么 没有人看到我呢 那么 现在有你们看到我 我很知足 很幸福 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常常反问自己 我说为什么 没有更多的人看到我 那就证明我自己不够优秀 我自己也不够好 所以我 认为作为一个演员 一定要把每个角色 每个作品要演好 一定要让你们看到 所以 我觉得这一路上 我一直坚持 那么如果 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到 那么就证明我自己 还不够优秀 证明自己还不够好 那么我就自己 不断地去努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现在 有了你们 我会 变得更有动力 谢谢 我相信 坚持下去 说因为我的清风 就会来 同时 这句话也要送给你们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好好坚持你们自己的梦想 好好坚持你们自己 想做的事情 过程 肯定会 有一些不尽人意的 但是 不要轻易放弃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